中国的男人到底有多类 我来告诉你答案 这个视频你一定要点赞收藏 然后送给自己 并且转发给你的另一半 好好的看一看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 全世界的劳动参与率 平均水平只有65.1% 但中国就达到了76% 位居世界潜力 而中国男性的参与率 更是高达80% 这组数据就把咱们中国人的 勤劳美德体现的淋漓尽致 那中国男性和其他国家的男性相比 更是拼命三郎的代名词 但是你以为这组数据 就能说明中国男人很累吗 不远远不止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中国男性的收入水平 比女性高2000块 更奇怪的是 男性的消费占比 却占社会消费总额的30% 少得可怜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一个赤裸裸的真相 男人们挣钱挣得多 可是花的少 当然男人自古以来 他就是家里的顶梁柱 挣钱养家是天经地义的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 以前男人养家 那是快乐的 因为他们的付出 能够得到认可和理解 给老婆孩子 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 是他们的责任和使命 所以他们累并快乐着 而如今的男人 工作要卖力 收入要高 要有房有车有存款 还要陪你 体贴又温柔 付出的更多了 但是家庭的认可度 却在不断地下降 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 把这些付出 看成是理所应当 所以才有那句 男人负责赚钱养家 女人负责冒昧如花的 毒鸡汤广为流传 多少女人 一边花着老公赚的钱 一边吐槽着 她在外面打拼的一天 累了回到家里 以为家里 可以成为治愈的港湾 但是妻子总是因为生活中 鸡毛蒜皮的小事找茬 指责谩骂声不断 压的男人 根本就喘不过气来 他们找不到一点 属于自己的空间 只能静静地待在车里 边抽烟边发呆 在生活面前 他们是父亲 是儿子 是丈夫 唯独不是他们自己 一睁开眼 身边全是依靠他的人 却没有人可以让他依靠 全世界都在教女人 如何如何被爱 却很少有人提及 男人也需要爱 即使他们从来都不怕 为你付出 为这个家付出 他们最怕的就是 他们的付出 得不到回报 还被碾碎了一地 所以男人的累 不是体力上的累 而是心理的累 你认同吗 认同的话 请点赞转发 请不吝点赞转发